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说情敌在场应该奉外上京 谁知彭于燕竟然睡倒在了书店的懒人沙发上 Oh my god 颜值是有优势 但是你这也太大意了吧 忙活了新闻 斗霄王洛丹是不是很有CP感的报道 由彭于燕斗霄王洛丹等明星联妹主演的年度青春热血大片《破风》 已经定于8月7日全国上映 继《暗情版》预告片曝光之后 6月18日片方又曝光了一组彭于燕斗霄争抢王洛丹的剧帐和幕后花絮 两位情斗初开的大男孩各展追爱妙招 试问吸引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从曝光的花絮看 王洛丹身穿书店工作服 认真整理书籍 全然不知暗人的到来 而本是一场表现自己的戏份 结果两人却开始搞怪起来 瞬间男神变屌丝 而且在书店两人还偶遇催史源 直言 史源歌王与我们同在 本以为两人是一起带着女神走出图书馆 但结果却是 都说情敌在场应该奉外上京 谁知彭于燕竟然睡倒在了书店的懒人沙发上 Oh my god 颜值是有优势 但是你这也太大意了吧 《暴光老新闻》 盗箫王洛丹是不是很有CP感的报道 《暴光老新闻》 《暴光老新闻》 《暴光老新闻》